大家好,这节课教大家一下如何让你的文字或者logo动起来 有点像弹幕似的,比如说你想让它从左飞到右飞出画面,或者从下飞到上 其实这个它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是这种放在视频轨道上的素材 不管你是文字素材也好,或者是图片素材,或者是这个视频素材 它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这个效果空间这个面板中去控制 那我们首先先演示一下这个字吧,就是这个字幕 现在我随便打了个你好,那你如果想控制它呢 那你就首先要点中这个字幕素材,然后双击它 你可以把它拖动到,比如说你想让它从左飞到右边 诶,我这个已经打关键针了,把它剧掉 比如说你想让它从左飞到右,我这个字幕不太长啊,短一点 这样 嗯,这么长就可以了,首先点中这个字幕素材,然后双击它 啊,然后你可以拖动,比如说你现在已经 这个字幕素材已经给它拖到外边了,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效果空间这边有一个,啊,位置 你可以点一下,嗯,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正常你点效果空间应该是这样的,只有一个运动 点开这个小三角,哎,就可以看到了 那这个,首先你要点这个位置,前面有一个叫马表 这边写的是切换动画,你首先点击一下它 点击一下它之后呢,你可以,啊,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位置,这边有彩数啊,比如说你想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让那个字,从左边飞出去,那你就可以 通过这个值,看到了吗,往右,用鼠标放到这个上面 然后用鼠标按住,往右边怎么滑,一直给它滑出画面 上下,啊,左右都是一样的啊,方法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试一下 看到了吗 大家看一下,就是当你设置好之后 这上面会给你出现两个这个关键帧,看到吗 第一个就是其实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飞出画面之后的这个 呃,结束的地方,结束的位置 看到,一直到这个点的时候,你这个字,画面上的这个字就消失了 啊,当然你通过它也可以调整这个飞出的快慢 如果你让这两个关键帧离得近一点的话 那它飞出的就特别快,看一下 是吧,如果你想让这两个关键帧离得远一点 那它飞出的就比较慢一些 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呃,你想要的效果 啊,后期这种东西呢,大家一定要多动脑 学会这个举一反三啊,要不你看别认错 你学会了,等你自己来个新素材的话 你要是不会举一反三的话,你这个还是做不出来 那你学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比较麻烦了 啊,那这节课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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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